痛處 痛處通常不再傷處 因為人體是會保護自己的 我們一個地方緊繃了 一定會開始去拉扯 臨近的地方去平衡那個張力 就像我們講的 疼痛是會抓交替的 比如說像下上班族的肩頸痠痛 我們都知道是背後很緊 可是我們再回頭去看 我們上班族的一個生活型態 我們常常會 第一是久坐 彎腰駝背 第二呢 我們會容易聳肩 第三 第三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們容易會縮腳 縮腳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腳呢 小腿原則上應該要垂直低面90度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很多人在緊張 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時候 他很自然會把腿縮回來 縮回來小於90度 這個情形呢會讓我們身體從腳 到我們的腰腹胸 到頸部前側的這些筋膜 會容易緊繃 甚至有很類似打結的狀況 那前面的張力很大的時候 我們的會把我們背後肩跟背的筋膜 也扯緊 那這時候呢最緊繃的地方 反而我們只注意到的是肩背 但是其實他的源頭是為了平衡前側的這個張力 結構治療其實就是在把我們以前認為 古傷科的這些結構 這些好像疼痛的問題 跟我們常見的一些內科疾病啊 或者是皮膚的問題 比如說失診 這種八個案子打不著的問題 連結在一起 比如說當我跟你講 可能腳踝受傷 會讓你產生容易筋痛 這個我們聽起來覺得 腳踝受傷跟筋痛 中間有關聯嗎 那我中間再加一段解釋 因為腳踝受傷呢 它可能會讓我們的 進肥骨 腳踝 骨架的也會錯位 而這個錯位其實會一路呢 會錯位上到我們的骨盆 會讓我們的骨盆也跟著錯位 骨盆一錯位的話 骨盆裡面的這些血液 血管啊還有神經 其實是埋藏在我們的筋膜內 骨盆錯位筋膜受到拉扯 中間的這些血液循環 還有神經就會特別敏感 受到刺激 血液循環下降 加上每次月經一來的時候 我們的子宮開始會沖血會腫大 讓整個骨盆空間變得更狹窄 更擁擠 那時候這個造成的這種擁擠的張力 就會引發我們的痛絕受氣的產生疼痛 而這個源頭可能就來自於 我們多年前可能腳踝受傷沒有治療好 中醫其實一樣都是有用進非退的概念 如果我們長時間在那邊不動 我們的身體很多的循環呢 就會沒辦法 沒辦法達到很好的利用率 因為我們的血液循環 並不是全部都靠我們的心臟 很多時候是靠我們的動作 我們的肌肉的滑動 肌肉的收縮其實會幫助我們的血管 這些收縮力量會幫它擠進去組織裡面 而我們身體的這個 因為用進非退嘛 心非覺得說我一整天都只要坐在那邊不動 只要自己有這樣子的力量就好了 所以我們也不會再往前增長 只會被我們人體的通膨 也就是說每天的衰老 吃掉我們的體力 所以動 活動是對現代人的這個衰老 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好朋友們下班後常常會覺得 我們的肩頸吃分了痠痛 那也是會覺得 甚至會然後覺得頭痛 膏慌的地方會結了緊繃 也是會覺得呼吸不暢 心臟也就是快沒力的感覺 那這時候 往往是我們的足太陽膀胱筋 因為長時間呢 我們在電腦前面 做一個彎腰駝背的動作的時候 它經過長時間的拉伸已經緊繃了 所以這時候呢阿米是教大家一個益晶晶叫做禪式 益晶晶的禪式 是要去生長我們的頸後 以及我們的高荒部位的足太陽膀胱筋 做法是我們找一塊瑜伽墊 並且將兩隻手的前臂呢 都貼在我們的地面上 手掌記得要貼地 頭整在我們的河谷的區域 頭頂的部位呢就頂起來 上半身往前傾 讓我們的腰部拱起來 小腹也是要收縮的 如果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喔 還要記得去按鈴鐺才會接收到我們的通知喔